今天工长搞票大的 整一个只在一个房间 只有三男一女激情出演的 看完之后让你热血澎湃的电影 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炸活啊 劳拉曾经是一个美军的记者 单凡相机就是他的武器 在中东的时候遇到人体炸弹了 炸弹就在他的眼前爆炸 他身体没啥事 就把眼睛给炸下了 这个炸弹拿捏爆炸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他出院之后一直与对象生活在一起 一段时间过去了 才慢慢习惯了生命的状态了 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 还能储席溜达溜达 这天他又储席溜达了 但回家的时候一如既往的进门 脱衣服放东西开窗后 他不知道的是 屋里站着一个陌生男子 而自己的对象已经被陌生男子干死了 躺在了血泊之中了 他去冰箱里头放酒 就从他对象身边路过呀 但因为看不到他根本毫无察觉呀 接着他去洗澡 陌生男子也跟进了 他够这个浴巾 陌生男子还帮他挪了挪 他洗完澡厨去 他似乎感觉到屋里有人 他就叫了一声副棍 副棍是他对象的爱称啊 没有人回他 他也没在意继续往前走 而那个陌生男子就在后面跟着 他家有只大黑喵 他一边撸猫一边走向厨房 他有点饿了 准备给自己整点吃的 在冰箱里头拿出了一些酥冻水饺 对象就躺在身边流了一滴血 劳拉准备猪脚子 来回来去走好几次 都和血擦肩而过 没有踩到 我此时就一个问题 脚子是啥馅的 劳拉都准备好了 就准备接点水出脚子了 一脚终于踩到对象的血上了 咔嚓把他给滑倒了 他一摸再一碰 他当过兵啊 啥寻常面没见过呀 马上就明白了 对象被弄死了 家里进来人了 那现在人在哪呢 人在看着呢 陌生男子出来了 惊不惊喜 Sup Surprise 劳拉连忙往自己屋里跑啊 进屋之后连忙送上房门 想报警吧 手机在外头呢 没办法只能把电脑摸出来 想要电脑发邮件报警 这个办法可能跟发电脑报警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陌生男子进不去 直接从阳台上过来了 砸碎了窗户就冲进来了 这个陌生男子 别陌生男子 陌生男子得叫了啊 有水字数的嫌疑 我们就跟他叫陌生这个 莫莫吧 莫莫压住了劳拉 接着从当里掏出小单 把劳拉就给顶住了 劳拉被制服了 莫莫就跟他说了 姐妹 我来不是来和和你的 你的对象和我们 原来是一个组合 TF Boys 土匪男孩 我们都是抢劫的土匪啊 但是你对象这个男孩呢 把我们抢的钱呢 都给密下了 你就告诉我 钱藏那儿就行 我拿钱就走啊 劳拉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啊 十分懵圈 刚想解释 突然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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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电话响了 莫莫去接电话 莫莫就有机会来了 准备跑 外面是冬天大雪破天 劳拉得空还把求一求故 雪地棉杀的都穿好了 然后坐回去 偷莫把自己的武器 藏在了屁股后面 莫莫不知道啊 过来跟他逼逼呢 他听声变味 轮起单反相机 啪唆就是一下子呀 莫莫直接被干爬下了 劳拉转身就跑啊 没一会儿 莫莫就清醒过来了 联盟去追 劳拉跑 莫莫就追 莫莫追 劳拉就跑啊 劳拉最终都跑到街上了 莫莫就不好追了呀 劳拉就这么得救了吗 劳拉还不确定呢 但是他碰到一个兔头 兔头说 妹子变慌我是警察 警察都来了 那绝对没事了 劳拉就说了 我家结坏人了 你快派人去看看吧 兔头安慰他说 你先跟我去警察局 做做笔录吧 然而 兔头没有把他带回警察局 而是带回了劳拉的家 进大楼之后 劳拉感觉不对劲了 可为是意外了 原来兔头和妹妹 是一伙的呀 他也是TFBOYS组合里的 对 TFBOYS三个人嘛 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劳拉从希望变成绝望了 兔头说了 把钱拿出来 我不为难你 劳拉十分闹心 我真的不知道啊 知道真给你们呀 我都不知道 我对象是有这么大能耐呀 看劳拉不说 他们只能自己找啊 找着找着 只让他们给找着了 竟然藏在一幅画的后面 把钱拿到了 他们也真就走了 没有杀人的面孔 反正也是 劳拉也看不着 没必要再费一遍事啊 走了之后 这个劳拉也不报警 也不跑 就在屋里头待着呀 而对象死实际上 躺着呢 他也不处理 同时兔头和妹妹 也没有真走 就是他妈的盯着他 因为啥呢 原来劳拉对象 还似吞了不老少钻石呢 他们俩呢 就是等假装走了之后 劳拉要转移钻石啊 然后一举拿下 可劳拉并没有动 他们俩不怕劳拉报警吗 劳拉还真不报警 为了这个电影能够演下去啊 双方配合的非常心理学会啊 原分啊 看半天劳拉没有反应 他们也不能在这一动不动啊 一动不动是网吗呀 他们又进来了 说我们不等了 快把钻石交出来吧 劳拉都疯了 说干啥呀 钱我都给你们了 怎么还渴着我祸祸呢 好不给钻石是吧 那我就杀猫敬你 偷偷直接把他们家的大黑猫 红枪上扔下去了 好几层楼啊 大黑苗这个死的冤呢 劳拉无比气愤呢 心中暗暗发誓 我要给我们家大黑报仇 他们又给劳拉兴讯逼供 整一套啊 正在此时 叮咚叮咚 家里来起了 谁呢 劳拉她大姐和大姐夫 大姐的预产期就要到了 出来溜达溜达 先把孩子往下顺顺 就走到他们家了 兔头和梦梦就准备去开门 把他们放进来 然后直接弄死 这在大姐刚要进屋的时候 羊水突然流了出来 孩子要出生了 大姐夫拆着大姐联合去医院呢 哎呀 这个孩子来得太及时了 一下救了爹妈和自己三条人命啊 大姐走了之后 梦梦想喝点酒 庆祝新生命的诞生 她倒完酒 去冰箱取冰块 我这个亲娘啊 原来这些钻石 现在在冰块里面呢 真是踏了破鞋 踏鞋破处 踏破鞋处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终于拿到钻石了 你们就走吧 劳拉这时候就提醒这个兔头 说这些东西要是你一个人得的 那可富可帝国了 兔头心想 对呀 于是拿到钻石之后 直接要弄死梦梦 俩人叮咙咙咙咙就干在一块儿了 而劳拉的趁机狗到一边 最终梦梦被兔头给干爬了 兔头非常得意的欣赏着手中的钻石啊 劳拉一波哪会儿捡你一个大叉子 又使了自己的停声便利的技能了 锁定兔头直接一个被刺啊 兔头人家是TFBOYS啊 土匪男孩啊 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就领喝饭呢 他开始跟劳拉周旋PK 劳拉看不见 又是个女的 很快就出于下风了 可此时 梦梦醒了 没死头 过来要反杀兔头 但是最后还是没干过兔头 这次被兔头是彻底囊死了 死的兔头的呀 就在他们胡干的时候 劳拉捡起了兔头的手枪了 劳拉举着手枪对着了兔头 可兔头根本不怕 因为劳拉瞎呀 兔头扔东西来干扰劳拉 劳拉触发了停声便利 啪啪几项打的那个准子 兔头一看这样就不敢上前了 因为他一上前就会有声音 劳拉肯定能打到他 劳拉也明白了兔头的意思 想这么耗着 而此时钻石在劳拉手里 为了引兔头过来 劳拉就开始往下扔钻石 一颗一颗的 那一颗就是一套房子呀 兔头心疼了 人不料了 破房了 冲向了劳拉 劳拉一枪打中了兔头的胳膊 兔头此时来到了劳拉身边 劳拉一个被摔 把兔头扔下了楼 兔头被活活摔死了 劳拉终于被大黑报仇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大黑竟然出来了 在兔头尸体旁边一顿溜达 好像还撒来泡尿 果然猫都有旧条命啊 劳拉回到房间里 钻石放到了冰箱里 又冻了起来 不知道怎样全部结束了 这个片告诉我们三个道理 第一千万不要惹残疾人 第二千万不要惹女人 第三千万不要惹猫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各位看官老爷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接着吧